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提到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免签的问题 美国驻台代表司徒文仙说 他曾经这样说 就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给台湾免签证 他有提到一个原因之一 就是说 很多如果中国大陆观光客来那么多人来台湾 那这个中国大陆观光客 如果拿台湾制造台湾的假护照 或拿台湾的这个护照再去去美国或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理由成立吗 我觉得 我会这样说的 对不起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办这个护照清办 是两个理由 一个是我们自己护照安全 一个才是美国的免签证 它的这个要件之一 但是我现在先谈美国的免签证 他讲了这个理由成立吗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 美国给日本免签证 对 给韩国的护照免签证 所以日韩都还是有大批中国大陆观光客啊 那为什么他用这个理由来来来跟台湾做一个 我觉得 谈设呢 委员他这个倒是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两岸究竟关系很近跟日韩不一样嘛 然后过去的确发生过最近的这个一年多 他们抓到68个案子 就是说我们的护照被变造 被大陆人士拿去用 而我们很多 就是因为主要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清拜 然后你拿了 你不晓得是谁 他就贴了照片或者什么 他就可以变造 他被他抓到68件 这个的确使他增加 这个数字比其他国家来讲 来讲稍微高了一些吗 这个数字呢 有比较高吗 我不晓得国家 其他国家是怎么样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特殊因素 就是有大陆人士 就是有大陆人士 这个是他最关切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现在因为我们的护照 可以到欧盟免签证 这么多96个国家地区免签证 是 我们的护照更抢手 对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 是我们自己的内控问题 那护照清拜 您觉得可以减少这一类的伪造 假冒 或是非本人 拿别人的相片去贴 这个拿乙的相片去贴 在假的护照申请上 导致将来乙 就可以持假的 这个护照出国 如果是这样 护照清拜 能够降低多少 有没有做政策评估 报告委员 这个部分呢 如果用美国人的时候 跟我们讲的话 就是可以minimize 可以减到最低了 那究竟是多少数量上怎么算啊 这个也许要要问问这个我们这个警方啊或者调查单位了 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做到就是让美国人没有话讲 就是说他今天想不给我们免签 他说你护照没有侵犯 你护照安全问题 我们一项一项的客服 是吧 就是他给了我们那么多理由 我们就一项一项把他客服 我们现在把他搏到 告诉我都做到 你比如说他要我们签三个协定 我们现在准备签 没有问题 是他三个协定主要呢 跟您报告 是要information sharing 就是我们要分享资讯 比如说今天护照掉了 我们马上通知他 互相通知 比如说今天他有些什么这个人口贩运 他这个嫌疑名单啊 要我们帮忙等等 我们现在事实上很多也都在做了 我们都互相 那就是说所有要做的事情 我们统统做定 那最后可能是一个政策的决定 你也知道台美关系很复杂 很丰富 所以事务性的技术层面的我们都客服了 先做到 接下来是政治性的问题 对 好那我提另一个问题 事实上美方也跟我们关切过 不止美方 其他的跟我国友好的 不管有没有邦交的国家 都提过 我们侨民护照 他们挺有意见 那么你对于这个侨民护照啊 会不会借着这一次的护照换办 侵办的这个过程啊 慢慢减少他的一个对于国家政策的困扰 这此其一啊 第一点 第二点 护照啊 其实台湾讲 您刚讲台湾的护照越来越抢手 越来越好用 可是呢 这个建立在国家去辛苦去外国谈判 去争取来的 这个 这个这样子一个 一个 一个好的事情 是分享给 我们全体的国民 而且而且尤其是有尽义务的 他觉得说哎 不公平 您觉得呢 报告委员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您刚才讲 有历史的因素 历史的遗留了 这些问题是很很大的这个啊 那么就是过去我们这个发这些侨民 我们很广泛 很宽松的认定侨民 然后现在也产生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签了两个人权公约 他有反国权 那你如果今天拿中华民国护照 没有回台加签 你还进不来 那也造成有些人说 我拿了你的护照 我反而 你没有回台加签 你还进不了台湾 最近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拿外国护照 反而可以免签进来 那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的遗留 那我们现在呢 外交部 也许没办法一下去做这个处理 很多是别的部会 甚至升高到修法 这个大院的这个权责 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 希望在我们办免签的过程中间 对 把六万本排除 嗯 排除 我们现在几个都是把六万本排除 免签的部分 对 六万本排除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技术问题 是 跟您报告 就是人家怎么了解 你这是六万本 到底是 因为我们外面样子是长得一样的 将来在六万本 要换发的时候 可以让它长得不一样吗 那你这个东西要等多久呢 那我是 我是成绩的 对我们现在就说 我们都在想 如果有更好的办法 马上就做 对 我当然是 我们当然是 是乐观启程 对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你怎么让它长得不一样 或是能够让它 可以 可以区隔开来 包围 我们现在也想啊 第一个就是说 把这六万本排除 排除以后 就是它怎么好 去认定 对 那有些国家跟我们讲 你能不能换一个 都是用 比如说一个X 或者一个特别的刺头 是啊 这个都是技术问题 但是技术问题呢 今天就耽误了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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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签的进程了 也还好 我们现在欧盟 我们把这个问题排除 排除就是他们有人讲 我不喜欢 你护照 你要人家 35个欧盟国家 这是 每天都认得 都说你这中间有不同 这是六万本 这不是六万本 这个的确是不太容易 后来 但是我们今天 怎么克服的 我们是有两种 你护照也有两种 你怎么克服的 我们现在欧盟方面 其他跟我免签国的方面 我们已经这些都克服 就是跟他讲 这个六万本呢 你从那个 有没有那个 回台加签的字号 还有就是说 你如果有问题 那我们愿意 至少这些 我们愿意承担起 这些这个 这个 但是将来 将来再陆续 对 加签或陆续 这个换发 因为 这六万本里头 慢慢有些会到期嘛 对 我们当然不是讲说 当然说你讲 全部的到期 可能要等个 十年八年的 那未免太晚 那对于还没到期的 您就刚提的 那几项权宜之计 对于已经到期 又换发的部分 你们怎么处理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问题的确蛮难处理 因为这牵涉国 不好处理 是吧 因为牵涉国籍法 他如果说父母 我们现在是 父母一方有中华 没有国籍 他小孩就可以有啊 对 我们很多在海外 华侨子女 我们台 好了 台湾台商 所以刚提到 陆续在新发的部分 你可以做区隔吧 那我们是不是 我们怎么区隔 或者我们是不是 以后说你要拒绝 发这些护照 我们要说呢 对我们 如果能够拒绝 这部分啊 对对 外交部人才记记啊 我觉得是 我跟委员报告很多 可以做的 这个问题是两方面的 是 我们过去也发现 我在华府服务的时候 有侨胞 子女来找 他年轻的时候 来参加我们青少年营 爸爸妈妈替他 办个中华民国护照 他事实上拿美国护照进来 爸爸妈妈爱国 结果他今天长大 申请美国政府的工作 人家问你有没有双重国籍 他很老实讲 然后要你放弃我们国籍 也要经过好多程序 所以这种护照 的确很多困扰 但是今天呢 也许不是我们外交部 一个部会 就是我刚才讲 有很多事情要修法 有很多历史的遗留 有些不只是美国的侨胞 韩国的泰缅地区 历史的遗留 问题还在持续 不是说 不是说这局限在六万本 您刚刚讲说 台湾护照 中华民国护照 越来越好用 对 想持有的人越来越多 对 但我们现在呢 这个从来扇门难开 扇门难闭 我们现在 怎么闭 基本上呢 我们现在是越来越 扇门是越来越窄 我们的政策上 是越来越窄 但是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一个部会 可以做的解决 你们行政措施 行政措施能做的 行政措施先做 行政措施不能做的 要跨部会的 我们再想 对对对 行政措施 跨部会 都还有 这个 这个 立有未来的时候 立法部门再来做 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 是 OK 好 谢谢 好 谢谢